嗨,大家好,我是三毛 之前有一些粉丝在问 能不能出点基础教程 说我钓的那些太复杂了,看不懂 那我们今天来做一点最简单的 悬刀 也是能让大家快速的掌握握刀的方法 首先是两指握刀 然后中指就控刀刃上 然后无名指作为支点 然后去划线 比如说我要划一条线 像这样划线 划进去之后上下抽刀 这样把这一块去掉 这就是一个开始的 好,然后悬刀 划进去之后把刀转过来 一个悬刀,然后再转过来 再转过来 取掉这块肥料 依次的 悬刀,看 贴着它 留一点点皮 再悬刀 再悬刀 把刀竖起来 肥料取不掉 是没有加深 加深一点就取得掉了 上下抽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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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不简单 插进去 转刀 上下抽 再转刀 就这样 上下抽 再转刀 取掉肥料 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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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取飞的 咱们也可以换一个方向 从这边往这边削 两个香蕉 这里取掉这一块 两个香蕉的话就有形成一个爱心的那种感觉 旋转 旋转 再旋转 取肥料 肥料给它取干净 从这边下刀 也是一样 OK我们再练习一下 这样进刀 上下抽刀 有利于进刀 比如在这个转弯的时候 把这个刀先抽出来 然后转弯 转过来之后 然后再把刀 插进去 再上下抽刀 这样肥料就非常的干净 刀法熟练之后 就直接 在哪个地方转 就非常流畅了 这个看着简单 当你自己去运刀的时候 对于新手来说 其实有一点点难度的 OK 咱们看一下完成效果 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多多练习 这个回旋刀 也叫裙半纹 就像那个衣服的摆动一样的 一个非常简单的纹路 大家如果喜欢 记得关注点赞 不要浪费 看着我 好了 我来看看 我来看 你会不会让你 我来看 我来看 好多小的